大家好,我是小秦,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 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法国一名环卫工人,在疫情期间坚持工作 那么当地的群众就送他两罐啤酒来表达对他的感谢 但是这个人是需要开垃圾车的 所以就被市政当局查了出来 说他开车的时候喝酒就驾 而且把他公司的大领导就交到现场来问责 那大领导也很尴尬呀 回去以后就把他辞退了 结果第二天,这个工人就自杀了 那这个人呢是40多岁 干这个环卫工人呢已经26年了 他与父母一起住 前几年呢老婆死了 留下一个18岁的儿子 那辞退后他可能想不开 第二天就是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喉咙 这样 那留下了年老的父母和幼儿 那和这个人搭档的同事呢也被辞退了 同时他的家人宣布要提出起诉 工作期间不能喝酒呢 这个也是硬规定 他的搭档被辞退了呢 我猜测啊 他的搭档也喝酒了 因为人家给他们酒不可能只给一个人 那至于为什么市政当局会去查他们呢 我猜测也是有人举报 喝酒开车肯定是错的 辞退呢 也不能说领导层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其实这件事情是 如果这个工人没有自杀 那领导层把他辞退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现在他自杀了 事情就闹大了 下个新闻 一个22岁的挪威白人 先是杀了自己父母领养的17岁的妹妹 然后跑到当地的清真寺用枪扫射 但是可能是因为当天清真寺里面的人啊不多 他一个人都没杀死 而且别人连伤都没有受 那这个挪威白人呢就被抓住了 现在他被判谋杀和恐怖主义罪 被判处21年监禁 据说啊 这个监禁的历史是挪威历史上最严格的监禁 而且这个挪威人本身也没有悔意 他说 我的目标是杀害尽可能多的人 对于没有造成更多的伤害 我对此而感到惭愧 那这个人我们看照片啊就觉得 看上去其实挺文雅的 挺干净挺体面的 但是没想到内心背后是这样的人 这几天呢 由于那个黑人被误杀 各个电视台啊都在重新审查 电影或者电视剧 凡是有种族歧视的都不让放 连乱世家人这种电影呢也被禁止了 说是因为怀念南北战争时期的荣光 前两天 谷歌不也说不能再使用黑名单这个字了吗 就是因为有种族歧视的意思 哎呀这种行为我觉得就是脚榜过正 我把它称之为现代版的文字语 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性 把过去呢一笔勾销 肯定就是不对的 那你觉得过去不对 完全可以多拍一些宣传黑人正能量的电影和电视剧啊 那用新的东西取代旧的价值 那不就可以了吗 为啥非得全部抛弃过去呢 而且你现在就敢保证 我们现在的价值观 在30年以后就一定是对的吗 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使用机器人 说不定多年以后 就变成了我们迫害机器人的罪证 我真的觉得这是瞎搞 所以啊有时候人民不需要理性 需要的只是一些情绪的宣泄而已 刚刚看到 哥伦布也就是那个发现美洲新大陆的那位探险家 他的雕像在波士顿被斩首 哎呦真心是无语 德国呢有一家飞行出租车公司 得到了特斯拉的投资 它是一个全电动的飞机 可以垂直的起降 客机呢可以最多坐五个人 为了保障安全 它有36个发动机 那即使某一台发动机坏了 其他35个发动机呢 也是可以让它继续飞的 飞机呢每充满一次电 可以飞行300公里 相当于从上海飞到南京这样一个距离 那么充满一次电只需要一个小时 飞20公里呢只需要五六分钟 价格是70美元 那如果五个人均摊的话呢 其实还是不算贵的 目前呢这个飞行出租车将是由人工驾驶 但是未来呢将会改成自动驾驶 现在这个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呢 是Uber的飞行taxi 大约呢是200美金 据说腾讯也投资了这家公司 那想做投资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家公司 但是我必须说明 我在这里可不是推荐股票啊 我是小琴 尽量每天为大家讲解几条欧洲的新闻 那些上不了头条 却关乎我们幸福生活的国家小事 如果你喜欢 请点击订阅 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你有想法或者意见 请留言 另外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也许在翻译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希望大家指教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